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类发展指数最高 最宜居的大洲之一 截至目前 联合国发布的37个发达国家中 其中29个就在欧洲 2020年 各国人均GDP排名中 前十位中除美国 新加坡 澳大利亚三国外 其余七国都在欧洲 2022年 世界幸福报告排名前十的国家中 前八个均为欧洲国家 欧洲 全称欧罗巴 英文为Europe 位于亚洲的西面 是亚欧大陆的一部分 北靠北冰阳 西陵大西洋 东部和东南部与亚洲连接 南陵地中海与非洲大陆隔海相望 众多的边缘海 内海和海湾 将欧洲分割成许多半岛和岛屿 半岛和岛屿占欧洲陆地区域的三分之一以上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为最大的半岛 其余依次为伊比利亚半岛 亚平民半岛 巴尔干半岛 科拉半岛 日德兰半岛 克里木半岛 布列塔尼半岛等 最大的岛屿为大布列颠岛 其他还有宾岛 爱尔兰岛 西西里岛 萨丁岛 科西加岛 克里特岛等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人们习惯把欧洲国家划分为东欧 南欧 西欧 北欧 这么五个部分 但具体的划分方法并没有统一 我们选取其中较普遍的一种划分法进行介绍 联合国承认的欧洲主权国家 目前共有44个 另外 科索沃2008年2月宣布独立 获得了108个国家支持 但一直未获得联合国承认 从最北边开始 为欧洲最传统的北欧五国 世界上幸福感最强的地区 就在这里 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 真正实行了共产主义的 不是东亚 而是北欧 北欧五国中 首先是孤悬在欧洲最西北海域的 冰岛共和国 位于北冰洋和大西洋的交汇处 首都雷克亚魏克 是欧洲第二大岛国 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 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挪威王国 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 首都奥斯路 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 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自2001年起已连续6年 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 2009年至2018年 连续获得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排名 2017年 挪威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挪威沿海岛屿众多 被称为万岛之国 另外 挪威还有两块飞地 分别是杨玛岩岛和斯瓦尔巴群岛 斯瓦尔巴群岛位于北冰洋 是最接近北极的人类 可居住地区之一 最有趣的是 在1920年和1925年 分两次共有51个国家 在法国巴黎共同签署了斯瓦尔巴条约 51个国家中 就有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 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 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该条约 该条约长期有效 协议规定各缔约国的公民 可以自主进入斯瓦尔巴岛 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 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等 非军事活动 换句话说 中国作为缔约国 所有中国公民持有效旅行政见 可免签自由进出斯瓦尔巴岛 可长期在此拘留 学习工作和生产经营 而无需向任何国家或政府申请许可文件 依照上述条约 中国科学院于2004年7月 在此建立了中国北极黄河站 开启了北极科考工作 瑞典王国 是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首都斯德哥尔摩 著名的诺贝尔奖举办地就在瑞典 其工业高度发达 其种类繁多 国民享受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 为主要内容的瑞典模式 芬兰共和国 首都赫尔辛基 这里是圣诞老人的故乡 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也是一个高度工业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 人均GDP超过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老牌强国 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与其邻国瑞典相当 国民享有极高标准的生活品质 2018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 芬兰排名第一 丹麦王国 隔北海和波罗的海 与瑞典和挪威相望 首都哥本哈根 是一个发达的西方工业国家 拥有极其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经济高度发达 贫富差距极小 国民享受极高的生活品质 2018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 丹麦名列第三 丹麦本土由406个大小岛屿组成 面积为43096平方公里 是北欧五国中 国土面积最小的 但丹麦拥有两块水地 其中一块法罗群岛 只有1399平方公里 另一块却是世界第一大岛 格陵兰岛 格陵兰岛面积为216万平方公里 足足是丹麦本土面积的50倍还多 世界另外三大岛的新几内亚岛 加里曼丹岛 马达加斯加岛 三岛加起来的面积 都只和格陵兰岛相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